说到视频的挑选那肯定首先考虑的是体格 一个人体格是否出众直接注定了是否能生存下去 但是在二战期间挑选是不是的原则可能就没那么苛刻了 毕竟真的战场上需要大量的视频作战 很多时候连雪薰这样的人都会被抓往战场 充当战士的角色 但是为什么二战时候日本兵很多人都戴眼镇呢 就不怕上战场看不起敌人吗 其实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在日本军队中戴眼镜的士兵一抓一大把 在1904年日和战争中 97%的日本 97%的日军士兵都达到小学文化 有的甚至更高 军官们则多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毕业的职业军人 这是注意教育的结果 1927年日本又颁布了一股兵役制 主要关键是凡是年龄达到20岁的男性青年 必须参加兵役 那些残疾或者患有传染性疾病的青年之外 请注意 当时没有对近视作为任何限制 上学逐步形成近视 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情况 所以日本军队中一直存在大量戴眼镜的士兵 此时的日本已经陷入了三线作战的死局 品门上看似乎不可一视 其实图有极表 根本无法长久 由于各方面都在消耗兵力 日本高层 不得不把徐医生们排上战场 起初这些戴眼镜的士兵 还被特意安排在非战斗部队 但是到了战场以后 由于实在接不开锅 除了飞行员部队外 几乎所有部队都有大量的一军士兵